政治焦点来关心前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会 就要在明天正式成立 那么今天呢 在网路上 想想论坛先上线了 蔡英文写了一篇发刊词 她说她要想想台湾的未来 跟中国的关系 也需要好好想想 所以要多认识中国 那么无独有偶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在脸书上 针对华尔街日报专访 她谈论中国的误差 做出澄清 不只成立基金会 蔡英文也透过网路来发声 想想论坛周日上线 蔡英文亲自写了一篇发刊词 标题是想想台湾 她开头就写 总统选举过后 很多人会问我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总是回答 好好想想台湾 多数人对我的回答 很好奇也很困惑 什么叫做好好想想台湾 她认为 想是把台湾当成一个思考对象 来为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想出解决方法 她也认为跟中国的关系也需要好好想想 要多认识中国就要跳脱过去谈论中国问题 总是聚焦在两岸关系的既定架构 要把新观点新视野注入到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当中 这个是一个开放的 而且多元的言论的平台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 对台湾的很多的公共的议题 还有社会关怀的事项 能够踊跃的来表达 这一年 antibody的建议 我们不宁与осто在那里